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 四 三分之一 四分之二 一百 我们以前学过想一 二 四 一百这样的整数 还学过想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四分之二这样的分数 生活中你还见过什么数呢? 有的同学一下就想到了 还见过小数 那我们在哪里见到过小数呢? 比如在买东西时 这里就出现了三点四五千克 比如在这里有 有0.85元和2.60元 比如在测体温时 你们看 有36.6摄氏度 比如在测量身高时 有1.2米 1.5米 等等 你还在哪儿见过小数呢? 在刚才学老师读小数的过程中 你发现了什么? 每个小数都有一个点 这个点就称之为小数点 小数点左边部分和以前学的整数读法一样 小数点右边部分 只要按照顺序读出每个数字就可以了 那你也赶快读一读这些小数吧 下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下面的小数 这个怎么读呢? 3.45 读错了的同学 再跟着学老师读一遍 3.45 注意 读法要写成汉字 接着 这个怎么读呢? 对了 36.6 接着 1.5 这个呢? 没错 0.85 2.60 怎么样? 你会读小数了吗?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 小数到底表示什么意思呢? 这把尺子上也藏着小数呢 你知道 0.1米 在哪儿? 1米 这把尺子总长是1米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这其中的一段 首先我们要知道 我们是把一米平均分成了十份 那这其中的一份 同学们都知道 是一分米 一分米 一分米如果用分数来表示 你能找到0.2米吗? 你能找到0.2米吗? 它表示什么呢? 可以试着说一说你的想法 我们先来找一找 0.2米在哪里? 看 这里就是0.2米 它表示 两分米 也就是 十分之二米 那 0.5米表示什么呢? 它又在哪呢? 0.5米 就表示 十分之五米 也就是 五分米 0.9米表示什么呢? 它又在哪呢? 对了 0.9米 在这里 它表示 九分米 也就是 十分之九米 刚才 我们在尺子上 找到了小数 你发现 小数和学过的哪种数 有着密切的联系了吗? 同学们一定发现了 和我们学过的分数 有着密切的联系 是这样的 十分之四米 就是 0.4米 那 十分之七元 就是 0.7元 同学们一定发现了 十分之几 就可以写成 零点几 下面我们来做一组小练习 下面的小数 一个零都不读的 是 A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80.6 这里的确一个零都没有 而B 要读做 2.60 C 要读做 3.05 所以 第一个问题 应该选A 第二个问题呢 看图 把黑色部分 用分数和小数 表示出来 用分数 表示 是十分之六 因为 一共有 十个 这样的长方形 涂色部分 是其中的 六个 所以是 十分之六 那小数呢 当然就是 0.6了 六一儿童节快到了 老师买了一些 小礼物 送给同学们 从图中 你知道了什么 你能把他们的价钱 用小数 表示出来吗 请你按下暂停键 自己来解答吧 我们知道了 一个小喇叭 是七脚钱 我们还知道 一圆是十脚 那七脚 就是十脚的 十分之七 也就是 十分之七圆 那 十分之七圆 还可以写成 0.7圆 一个小气球 是五脚 五脚 是几分之几圆呢 对了 是十分之五圆 还可以写成 0.5圆 这样的一个小手枪 它是 几圆 几脚呢 它是 三圆 两脚 那么 两脚 可以写成 0.2圆 再把三圆 和0.2圆 合在一起 就是 3.2圆 看 王东 在测量身高 王东的身高 是 一米 三分米 那 如果 只用米 做单位 该怎样表示呢 三分米 就是 0.3米 那 一米 三分米 就是 1.3米 咯 同学们都特别爱吃巧克力吧 如果这幅图表示 一块巧克力 那请问 涂色部分是几块巧克力 还可以是几块巧克力呢 同学们仔细看 涂色部分是 十分之一块巧克力 还可以是 0.1块巧克力 那 这里 还是0.1块巧克力吗 当然是了 我们接着看 现在的涂色部分 是几块巧克力呢 是 十分之二块巧克力 还可以是 0.2块巧克力 现在呢 涂色部分是 十分之七块巧克力 还可以是 0.7块巧克力 好了 那现在我们来选一选 哪块的涂色部分 是 0.2块巧克力呢 请同学们看 都涂的是两块 是不是 都能用 0.2块来表示呢 当然不行 只有 这块巧克力的 涂色部分 才是 0.2块巧克力 而 下面这幅图 我们快看看 它并不是 把一块巧克力 平均分成了 十份 而是 把这块巧克力 平均分成了 六份 那么涂色部分 占整个巧克力的 六分之二 六分之二 可不能用 0.2来表示 这次吃掉的是 0.3块巧克力 你知道 原来一块巧克力 有多少吗 赶快想一想吧 这里是吃掉的 0.3块巧克力 那原来的一块巧克力 那原来的一块巧克力就有 这么多 你们看 原来一块平均分成了十份 那么其中的三份 就是这块巧克力 就是这块巧克力的十分之三 这块巧克力的一块巧克力 用十分之二 这块巧克力的一块巧克力 我国古代数学家 我国古代数学家刘辉就开始应用小数了 我国古代用小半表示数 为了表示小数 就把小数点后面的数放低一格 例如3.12 就像这样来摆小半 你们看 3.12 你们看 是不是放低了一些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小数表示方法 有了阿拉伯数字后 先后出现了像这样表示小数的方法 你们看 3.12 3.12 在西方 小数出现很晚 最早使用小圆点 作为小数点的 是德国数学家克拉威斯 还有一部分国家 是用逗号表示小数点的 好了 今天这节课 我们初步的认识了一下小数 今后我们会继续研究 那下节课再见 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小数比大小 看 有两个树宝宝宝来比大小了 他们谁比较大呢 显然九比较大 所以我们填上小鱼号 现在树宝宝变身了 3变成了134 9变成了29 现在谁比较大呢? 对了,134比较大 所以应该填大鱼号 那如果再编一编呢? 现在谁比较大呢? 显然是92比较大 那同学们,我们在进行整数比较大小时 会遇到两种不同的情况 如果位数不同时 位数越多,这个数就越大 那如果位数相同时 就要从高位比起了 同学们,你们在坚持运动吗? 如果每天坚持运动一小时 你的身体会更加强壮 看,有两名男生在跳高 成组,成织如下表 谁的成绩比较好呢? 请你按下暂停键 来试着比较一下吧 要想比较谁的成绩比较好 就是在比较0.8米和0.9米 哪个数比较大 那我们就借助米尺来帮帮忙吧 这是1米长的尺子 那么0.8米在哪呢? 对了,0.8米就是8分米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那0.9米就是9分米 那么从尺子上 我们就能看出来 9分米比8分米要长一些 所以我们知道了 0.9米大于0.8米 可能有的同学没有借助米尺 而是直接来比较的 0.8米等于10分之8米 0.9米等于10分之9米 我们在学习分数的时候 就已经学习过分数比较小 我们知道 10分之9米大于10分之8米 因此0.9米大于0.8米 你们看,这个方法是不是也很巧妙? 为了帮助同学们强身健体 学校的体育老师经常会组织同学们进行跳绳活动 老师来买跳绳 有三种不同的跳绳 它们的价钱分别是8.5元 8.7元和10.2元 那么这里有三种跳绳 我要比较一下 我要比较一下它们的价格 请你按下暂停键 帮老师来比较一下吧 我们都知道 8.5元就是8元5角 8.7元就是8元7角 10.2元就是10元2角 那我们就好比较了 看,从这里就能比较出 10元比8元大 所以10元2角是最大的 接着我们往后看 8元和8元是相等的 这时候我们就要比较5角和7角 显然7比5大 所以8元7角是第二个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8元5角了 当然我们是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来排列的 那么由此我们就知道 10.2元大于8.7元 大于8.5元 看来生活中需要比较小数的大小 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常见的 那0.4和0.6 它们之间谁大谁小呢 请你按下暂停键 先自己试着比一比吧 有的同学想 我加上一个单位圆就会比了 0.4元 0.4元就是四角 0.6元就是六角 4角小于6角 所以0.4小于0.6 还有的同学想 还有的同学想 我加上个单位米也可以比出来 0.4分米是4.5元 0.4米就是4分米 0.6米就是6分米 4分米小于6分米 所以0.4小于0.6 还有的同学说 我加上分米也可以啊 0.4分米是4厘米 0.6分米是6厘米 同样可以比较出大小 那没有单位你还会比较吗 有的同学想到了 我可以画画图来比较它们的大小 画出两个相等的正方形 用涂色部分表示 这个正方形的十分之四 也就是0.4 用涂色部分表示 这个正方形的十分之六 也就是0.6 我们很容易看出来 显然0.4小于0.6 还有的同学是在这条竖线上 找到0.4和0.6的位置 然后再比较它们的大小 0.4在哪呢 对了 在这里 那0.6呢 是在这里 我们都知道 在竖线上 越靠右 这个数就越大 所以 0.4小于0.6 我们刚才在比较小数的大小时 用到了添加单位 或者是画图 借助分数来比较 再或者是在竖线上 找到小数的位置 借助它的位置 来比较出它的大小 无论我们选择的是哪一种方法 都是把新知识 转化成了旧知识 来帮助我们解决了问题 下面我们来做一组练习吧 看图 比较下面各组数的大小 这幅图 正方形的大小 都是一样大的 那我们来观察 左边这幅图 是两张正方形的纸 和一张正方形纸的十分之五 合起来是2.5 右边这幅图 是一张正方形纸 加一张正方形的十分之八 合起来就是1.8 通过观察图 我们就能发现 两张正方形纸多一些 一定比一张正方形纸多一些 要大 所以我们说2.5 大于1.8 先写出小数 再比较大小 我们先来看 三角是几圆呢 三角是一圆的十分之三 所以是0.3圆 五角是一圆的十分之五 所以是0.5圆 显然三角比五角小 因此0.3圆小于0.5圆 接着 一圆七角是1.7圆 两圆一角是2.1圆 显然1.7圆小于2.1圆 在圆一圆 在圆圆里 填上大于小于或等约号 请你按下暂停键 先自己试着填一填吧 我们一起看 比较这样的小数大小时 你们是怎么比较的呢 其实我们是先比较小数点左边的部分 左边的这个部分 谁大 这个小数就大 那如果小数点左边部分是一样大的 我们就要看小数点右边的部分 小数点右边谁大 这个小数就大 爱运动的同学们 你们喜欢跑步吗 这是四名学生 五十米跑成绩统计表 你看懂了吗 张辉是8.2秒 高林用了8.4秒 范刚用了8.8秒 王涛用了8.6秒 那请把前三名运动员的名字 写在领奖台上吧 请你按下暂停键 先自己试着填一填 同学们一定比较出这些小数的大小了 8.8大于8.6 大于8.4 大于8.2 于是第一名应该是张辉 咦?有的同学一定有疑问了 比较出的这个数 8.8是最大的 这是范刚的成绩啊 为什么张辉 为什么张辉却成了第一名呢? 对了 因为啊 五十米跑的成绩是时间单位秒 那我们都知道 跑得越快的 用的时间应该越少 所以我们应该把排在最后的这个张辉 他才是第一名 我们接着看 那第二名呢? 显然就得是高林了 第三名应该是王涛 怎么样?你们写对了吗?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小游戏 请把小数卡片准备好 按照老师的要求 摆一摆 首先 请你找出卡片中最大的数 找到了吗? 是10.1 接着来 请你找出卡片中 比9.9小的数 并且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 把它们排排队 相信你已经摆好了吧? 看 和我摆的一样吗? 下课的时候 也可以和你的家人 继续玩摆一摆的游戏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 下节课再见 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 简单的小数加减法 快看看 这里都有什么 书包 64元 铅笔盒 8元 彩笔 29元 还有另外一种彩笔 35元 铅笔盒 有同学想 我想买一个书包 和一个铅笔盒 需要多少钱呢? 显然应该用加法计算 64加8 还有同学想 这两种彩笔 这两种彩笔 相差多少钱呢? 显然应该用减法来计算 那同学们 请你列个数式 来分别计算出 它们的结果吧 按下暂停键 开始吧 看 这是同学们 列出来的数式 8加64 等于72 35 减29 等于6 相信你们都能算对 那我们一起来 回忆一下 整数加减法的数式计算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数式计算 整数加减法时 要注意 相同数位 要对齐 加法中 哪一位满时 要向前一位进一 减法中 哪一位不够减 要向前一位退一 那生活中 不但有整数 还会遇到许多小数呢 你们看 转笔刀 或者叫卷笔刀 0.8元一个 铅笔 1.2元一支 等等 那看到这些数学信息 你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吗? 我们可以提这样一个问题 买一个钻笔刀 和一支绿杆的铅笔 一共要多少钱呢? 显然 应该用加法 0.8 加0.6 等于多少呢? 请你按下暂停键 赶快试着 来解决一下 这个问题吧 我们一起看 0.8元等于八角 0.6元等于六角 八角加六角 这可是以前我们就学习过的知识 等于十四角 也就是一圆四角 转换成小数 就是1.4元 怎么样? 你算对了吗? 除了刚才的方法 还有的同学 想到了数式的办法 0.8元加0.6元 那么 显然 0.8元 就是0元八角 0.6元 就是0元六角 我们需要 把八角和六角来相加 也就是十四角 在角的这位上 写上四 那 满十 需要向圆 来记一 也就是一圆 这样 我们就能得到 一圆四角 也就是 1.4元 怎么样? 是不是 这样计算 也很方便? 还有的同学 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买一个转笔刀 比一只绿杆的铅笔 贵多少钱? 这回需要减法来计算 0.8 减0.6 等于多少呢? 这回 请你按下暂停键 还是先自己试着算一算吧 我们一起看 0.8元 等于八角 0.6元 等于六角 八角减六角 等于两角 也就是 0.2元 除了这种方法 我们还可以借助 数式的办法来解决 0.8 减0.6 0.8元 就是八角 0.6元 就是六角 八角减六角 就是两角 那么 元 是零元 所以 是零元 两角 也就是 0.2元 怎么样? 两种方法 你都会了吗? 我们接着看 棕色笔杆的铅笔 比绿杆铅笔 贵多少钱? 1.2 减0.6 请你按下暂停键 还是先自己试着算一算吧 这回 请你用数式来计算 好了 开始吧 我们一起看 我们一起看 1.2元 减0.6元 那么 两角减六角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对了 减不了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向 元 来寻求帮助 向 元 借来 一元钱 那么 这样 我们就借来了 十角 加上刚才的两角 就是 十二角 十二减六 等于六角 那么 那么在 元这里 就没有了 所以是 零元 六角 这样 我们就得到了答案 是 零点六元 你算对了吗? 下面 我们来观察 这三个 刚刚计算过的数式 通过观察 我们需要 总结一下 小数加减法的数式 到底 要怎样计算呢? 其实 我们首先 是把小数点 对齐 然后 按照 整数加减法的方法 来进行计算的 那么 别忘了 结果的小数点 也要和 上面的小数点 对齐 才可以 那么 有的同学 可能会问了 为什么要把小数点 对齐呢? 其实 小数点 对齐 就保证了 相同单位 对齐 也就是说 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要保证 圆和圆 相加减 角和角 相加减 这样 这样才可以 好了 我们就用刚刚 总结出来的方法 来做一组练习吧 列数式 计算下面个题 还是请你按下暂停键 先自己算一算吧 我们一起看 有同学 写了两种不同的数式 你同意哪一种呢? 有的同学发现了 上面的数式是错的 下面的才是对的 为什么呢? 我们还可以借助 加上单位 来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都加上单位圆 那么四圆 是不能和七角 直接相加的 所以 第一个数式 是错的 而第二个数式 是把四圆 和两圆 相加了 那么 七角 这里是零角 零角加七角 还是七角 所以 第二个数式 是对的 那么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四的位置 我们接着来看 减法 五减2.4 有的同学 是这样写的 还有的同学 是这样写的 这回 你同意谁的呢? 同学们发现了 第一个数式 是对的 第二个数式 是错的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看这里 我们还是借助 加上单位圆 这样的方法来思考 五圆 减掉两圆四角 那么这时候 五圆 后面 是零角 所以 我们可以 点上小数点 再填上零 这样 在计算的时候 就不容易出错了 零减四 不够减 需要 向前一位 借一 借一当十 这样就是十角 减四角 于是 就是六角 借走了一圆 剩下了四圆 减两圆 就是两圆 所以 两圆六角 就是 二点六圆 那么下面的方法 由于它没有写上零角 于是 就错误地把四角 直接落下来了 所以不对 当然了 最后 别忘了向横式汇报结果 我们接着看 童话故事选 6.8元 动脑筋 是3.4元 你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吗 动脑筋 比童话故事选 便宜多少元 请你按下暂停键 自己来解决吧 我们看 6.8 减3.4 列个数式 等于 3.4元 还能提什么数学问题呢 各买一本书 10元钱 够不够 什么叫 各买一本书 就是 童话故事选 买一本 动脑筋 也买一本 那么 要想知道 10元钱 够不够 我们需要 先把这两本书 一共的价钱 求出来 请你按下暂停键 自己来求一求吧 我们首先 用6.8 加3.4 列个数式 等于 10.2元 10元 小于 10.2元 所以 10元钱 不够 今天 我们学习了 小数加减法 这样 我们就能解决 更多的 生活中的 实际问题了 好了 今天 这节课就到这里 下节课 再见 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 我们一起来借助 小数的加减法 来解决问题 同学们 一定都去买过玩具吧 你们看 月月也来买玩具了 我有9元钱 买这两种 玩具够吗 一个小熊 3元钱 一辆小汽车 5元钱 这个问题 好简单呀 我们可以 用9 减掉3 求出 剩下的6元钱 然后 用6元 和 小汽车的 5元 比大小 这样 这样就能得到结论 买两种玩具 钱 够了 那 除了用减法来解决 当然 也可以用加法来解决 3加5 等于8元 是一共要花的钱 那么 带来的9元 和8元 比大小 发现 9大于8 因此 也能得到 相同的结论 买两种玩具 钱 够了 除了买玩具 我们还经常来买学习用品 我们来看 有卷笔刀 铅笔 书包 橡皮 铅笔盒 和练习本 小利有10元钱 买了一个练习本 和一个铅笔盒 还有一只绿色的铅笔 他的钱够吗 请你按下暂停键 先在本上写一写吧 我们一起看 有的同学 是这样来计算的 小利一代的10元钱 减掉一个铅笔盒的6.8元 等于3.2元 2.5加上0.6 等于3.1元 2.5是练习本的价钱 0.6是那只绿杆铅笔的价钱 合在一起是3.1元 那么3.1小于刚才剩下的3.2元 说明小利的钱够了 除了这种方法 还有的同学用的是这样的方法 10元钱减掉一个铅笔盒的价钱 是3.2元 那么剩下的3.2再减掉练习本 2.5元 剩下0.7元 那0.7元 大于了一支铅笔的0.6元 说明小利的钱够了 同学们 你们用的是这样的方法吗? 同学们的解答正确吗? 你能用其他的方法来进行检验吗? 我们还可以把要买物品的价钱都加起来 看看比10元多还是比10元少 就像这样 三个物品的价钱都加起来等于9.9元 9.9小于带来的10元钱 说明小利的钱够了 你们看 我们可以借助不同的方法来进行检验 同学们 我们如果把这个问题进行一点更改 你们看 如果把绿杆铅笔换成棕杆的铅笔 那这回钱够吗? 你能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吗? 请你按下暂停键 试试看吧 我们一起看 首先还是用带来的10元 减掉铅笔盒的价钱 剩下3.2元 那2.5是练习本的价钱 加上一只棕杆铅笔的价钱 等于3.7元 3.7大于3.2 说明小利的钱不够 那如果只用一种方法来解决 我们也不知道你这个方法对不对呀 所以我们可以借助另外一种方法来进行检验 带来的10元 减掉6.8元等于3.2元 和方法一一样 接着 用剩下的3.2 减掉一个练习本的价钱 剩下0.7元 0.7元小于1.2元 说明小利的钱不够 那还有的同学想 我把三个东西 价钱全都加在一起 等于10.5元 10.5大于了10元 也说明小利的钱不够 我们借助了不同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进行检验 下面我们来看 来了一辆载着货物的货车 共重8.7吨 指的是货车自己的重量 加上车上所有货物的重量 一共重8.7吨 警察叔叔想 货车自重2.8吨 最大载重质量6吨 它是否超载了 什么是货车的自重呀 自重指的就是 货车没有任何货物 自己本身的重量 最大载重质量 指的是货车最多能装多少货物 这辆货车最多只能装6吨的货物 那它是否超载了呢 请你按下暂停键 先自己试试吧 我们一起看 最大的载重质量 加上货车的自重是8.8吨 而这辆货车共重8.7吨 显然没有超载 那另外一种方法 8.7减掉货车的自重 剩下的就是货车 它车上的所有货物的重量 所有货物是5.9吨 6吨大于5.9 显然也是没有超载 同学们,你做对了吗? 小雪带15元钱 她想帮妈妈买1000克黄瓜 1000克油菜和1000克胡萝卜 请问,她带的15元钱够吗? 我们先来看蔬菜价格统计图 这里有单位 表示每千克多少元 那我们先来看黄瓜 黄瓜每千克5.3元 油菜每千克4.8元 胡萝卜每千克4.7元 那你能用不同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请你按下暂停键 先试试看吧 我们一起看 可以先用15元 减掉黄瓜 剩下9.7元 再把油菜和胡萝卜的价钱 加在一起 是9.5元 9.7大于9.5 说明钱够用 除了这种方法 我们来看 第二种方法 第一步 和方法一的第一步 是一样的 我们直接看第二步 用剩下的9.7 减掉胡萝卜的价钱 剩下5元 剩下的5元 和油菜的价钱 进行比较 5大于4.8 说明钱够用 还有其他方法吗? 我们还可以把 三种蔬菜 都把它们加起来 三种蔬菜的价钱 加在一起 是14.8元 那么小雪袋的15元 大于14.8元 说明钱够用 同学们 你想出了 几种不同的方法呢? 今天 我们用不同的方法 来解决 同一个问题 不但能开拓 我们的思维 还能帮助我们 进行检验 还记得 这些学习用具吧 如果你有10元钱 你会提一个 什么数学问题呢? 你又能用不同的方法 来解答吗? 这是今天的作业 好了 那今天的课 我们就先上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 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进行 第七单元 小雪的初步认识 单元复习整理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这个单元 学习了哪些知识 小雪的初步认识 单元当中 我们首先认识了 小雪 在这里 我们知道了 小雪的含义 十分之几 就可以写成 零点几 比如 三分米 等于十分之三米 就可以写成 零点三米 在这里 我们还学习了 怎样读小雪 写小雪 并且还学会了 比较小雪的大小 0.9米 大于0.2米 1.1元 大于 0.4元 在这个单元的学习当中 我们还学会了小雪 小雪加减法 小雪加减法的计算 比如 3.2 加1.5 我们都知道 如果看成 3.2元 加1.5元 我们要把 3元和 1元 相加 而不能把 3元 和 5角 直接相加 我们还用 小雪加减法 的计算 来解决了 许多 实际问题 刚才这些知识 你是不是都掌握了呢 下面 我们要来 进行一下 大挑战 同学们 可要 加油呀 首先 请你 写出 箭头 所指的 小数 按下暂停键 先自己试着 说一说吧 我们一起看 这里是0.4 因为 是把 0到1 平均 分成了10份 那么 数到 第4份 的时候 可以用 分数表示 10分之4 自然 就能写成 0.4了 接着 1到2 之间 再次平均 分成了10份 其中 第一份 就是 这10份中的 10分之1 也就是 0.1 再加上 刚才前面的1 合起来 就是1.1 我们再接着看 2.6 3.9 4.7 你都写对了吗 用小数 用小数表示 哪个最长 哪个最短呢 请你按下暂停键 先在本上 先在本上 写一写吧 我们一起看 5分米 等于 0.5米 4米 3分米 等于 4.3米 7分米 等于 0.7米 通过 通过比较 我们知道 4.3米 大于 0.7米 大于 0.5米 所以 我们知道 绳子 最长 较边 最短 你答对了吗 下面这几个数 任意选择两个 算出它们的和 或差 这几个数 分别是 0.5 4.3 和7 那 能组成 几个加法算式 又能组成几个减法算式呢 请你按下暂停键 先自己写一写 试一试吧 首先 加法算式 有 0.5 加4.3 0.5 加7 4.3 加7 快看看 你写的加法算式 写全了吗 减法算式 有4.3 减0.5 7 减4.3 我们来看 第一个算式 0.5 加4.3 等于4.8 它写对了吗 对了 就等于4.8 那 我们接着看 第二个算式 0.5 加7 等于1.2 这回 它对了吗 有的同学发现 它错了 怎么错了呢 你们快看 它用0.5的5 加上7了 那么 为什么这两个数 不能相加呢 我们可以添上单位来思考 如果是0.5 加上7 那么 0.5 中的5 表示5脚钱 而7 表示7 元 5脚和7 元 单位 不统一 不能直接相加 那 我们该怎样改一改呢 这回 对了吗 这回 对了 那我们继续看 4.3 加7 很多同学都愿意写成这样 这回 它对了吗 还是错的 显然 这种错误 跟刚才的错误一样了 仍然是把4.3元 中的三角 和7元 直接相加了 你们快看 很多同学发现 3加7能凑10 就不管3切21 把它们俩 相加了 这样可不行 我们赶快改过来吧 这样就对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减法 4.3减0.5 等于3.8 没问题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算式 7减4.3 等于3.3 咦 怎么又错了 这回 如果天上单位 就是7元 减4元 没问题呀 有的同学发现了 7元减4.3元 应该用角 先减角 也就是0角减3角 不够减时 要向圆 借来一圆 借来一圆 变成10角 10角减3角 等于7角 那么7元 借走了一圆 变6圆 6减4 等于2圆 所以 应该等于2.7才对 同学们 你们是不是都做对了呢 超市里 经常会遇到小数 东东想 我买一盒牛奶 一块蛋糕 和一杯饮料 9元钱 够吗 请你按下暂停键 试着用不同的方法 来解答吧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方法 把三样东西全都加起来 一共是9.7元 9元小于9.7元 说明9元钱不够 那还可以怎样来解答呢 我们来看第二种方法 用9元钱 减掉牛奶 再减掉蛋糕的价钱 剩下3.2元 3.2元和饮料来比较大小 3.2元 小于饮料的价钱 3.9元 说明9元钱不够 怎么样 同学们 你们是用不同的方法 来解决的吗 同学们 你们关注过自己的体重吗 下面是李明和陈东 7-10岁的体重统计表 7岁时李明比陈东 轻多少千克 我们先来找一找 7岁时李明的体重 和陈东的体重 分别是多少 同学们一定发现了 这里是李明7岁时 体重22.7千克 这里是陈东 7岁时的体重 23.5千克 那请你按下暂停键 赶快计算一下吧 23.5-22.7 等于0.8千克 你算对了吗 我们再来看 李明从7岁 到10岁 体重增加了多少千克 我们还是来找一找 李明7岁时的体重 是22.7千克 那10岁时的体重呢 是29.8千克 再次按下暂停键 再次按下暂停键 计算一下吧 29.8-22.7 29.8-22.7 等于7.1千克 我们接着看 李明的体重 哪一年比上一年增加的最多 增加了多少呢 请你按下暂停键 自己来解决吧 要想知道哪一年比上一年增加的最多 我们就要把每一年比上一年增加的千克数分别求出来 首先 8岁比7岁增加了1.9千克 9岁比8岁增加了2.9千克 10岁比9岁增加了2.3千克 通过比较 我们能发现 9岁比上一年增加的最多 增加了2.9千克 怎么样 你写对了吗 同学们 前面的问题是不是都没有难倒你啊 那最后一个问题可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你可一定要认真对待 猜猜妈妈买了哪两本书 妈妈说 我带了30元钱 从书店出来后 剩的钱还不到5元 请你按下暂停键来解决吧 我们一起看 首先 30减掉5等于25元 说明妈妈买书花的钱比25元多 比30元少 那通过计算 我们发现 这两本书 这两本书相加的价钱是25.3元 那么25.3元刚好符合了比25元多 比30元少 这个条件 我们用30减掉25.3元 等于4.7元 4.7元小于5元也满足了剩的钱还不到5元这个条件 那说明 妈妈买了传统美德和小猕猴这两本书 同学们 你答对了吗 好了 好了同学们 如果今天的挑战都没有难倒你 说明这个单元 你掌握得非常棒 那我们下节课就要进入第八单元的学习了 我们下节课 再见 再见